2024总统立委选举结束 而台东区立委选战激烈 呈现六抢一的局势 而刘正豪退党参选 但在这次选战当中败选 刘正豪今天举办了感恩茶会 感谢台东的乡亲 12年来的支持还有鼓励 对于下一步打算 他表示也想要先休息 也希望借休息的期间 亲自感谢支持的乡亲朋友们 2024总统立委选举结束 而台东区立委选战激烈 呈现六抢一局势 刘正豪退党参选 但在这次选战中不幸败选 而他今天举办感恩茶会 感谢台东乡亲 12年来的支持以及鼓励 对于下一步打算 他表示想要先休息 也希望借休息期间 亲自感谢支持的乡亲朋友们 举起一阵子吧 因为过去这1、20年的时间 我们都投入在公共事务上 那对家庭 对自己还有对很多的事务 也许有更希望借由这段时间 我可以更多的一个投入跟关心 所以这阵子我就是先休息 然后要感谢人非常非常的多 我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 能够到台东 甚至有些外縣市的好朋友 我能够去亲自的表达我的谢意 此外在未来会不会继续走政治路 刘兆豪表示蔡刚选举完想要先休息 在政治上将由乡亲们来决定 而服务初未来的规划 他也表示将会以不同的方式 来与乡亲有更多联系 刘兆豪专长法律先后也担任司法行政立法相关工作 历练丰富而他也提到若是相亲需要他 他也会做这样的回馈来服务相亲 这一二十年的时间我从事过司法的工作 从事过行政的工作也成立法的工作 所以都有蛮丰富蛮深的一个历练 那我希望如果台东相亲需要我 我可以做这样的回馈 我当然是一不容辞的去来做我的一个回馈 今日举办感恩茶会 现场来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而刘志豪也一向支持者与朋友们致谢 对于选举结果他表示尊重 他也非常感谢一路走来 自从道合的朋友们为台东付出 接下来台东市报道